大家好 我是宜君阿姨 歡迎你們來參加這次的 線上創意DIY同樂趣課程 每一堂課都是精心挑選 好玩又有趣 小朋友要用心學習喔 宜君阿姨會為你加油喔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洪源叔叔 這次的課程讓大家久等了 疫情的關係 我們改成線上課程 大家還是要好好的學習 做出好的作品 記得要上傳作品 才可以參加抽獎喔 各位小朋友 各位家長大家好 我是去玩首創的陳老師 那我今天要來教大家做的是 創意拼鬥鑰匙圈 那這次公所 幫大家準備的材料包很豐富喔 有十種圖案 我來介紹給大家看看 那首先呢 有鬼滅之刃裡面的炭刺狼 然後還有呢 這個是香奈乎 還有這個是 也是鬼滅之刃的富剛藝勇 還有鬼滅之刃的最受歡迎的 迷豆子 還有一個就是 鬼滅之刃的蝴蝶忍 有五個圖案喔 然後呢 另外呢 有三個可愛的角落生物的圖案 有白熊蜥蜴和企鵝 另外呢還有 幼幼斑最喜歡的Poly 還有一隻很可愛的秋田犬 所以我們總共有十個圖案 那你們去拿材料包的時候 拿到的只有一份嘛 所以每一個人做的材料 每一個人做出來的圖案都不一樣 但是呢做法是一樣的 所以等一下老師就會教你們怎麼做 讓你們就是可以做出一個 很可愛的一個拼豆鑰匙圈 好 做拼豆之前呢 那要請家長呢 準備好一個熨斗 然後老師使用的是這種旅行用的小熨斗 那這種小熨斗呢 老師燙起來是覺得 它是效果最好的 而且最方便熱度也是剛好的 所以我老師都是用這種熨斗 在幫大家燙拼豆 那家裡可能沒有這種小小的旅行熨斗 那就可以用家用的 一般的大台的熨斗來燙 但是蒸汽式的那種質地式就不行 一定是這種平面式的熨斗才可以 那使用這種熨斗的時候呢 先幫我們把蒸汽灌掉 然後設定在中溫 然後開始燙 那我們到時候燙起來融化不了的時候 我們再慢慢把溫度調高 等一下操作的時候會再跟大家做提醒 好 那我今天要來示範的呢 是做一個這個米豆子的拼豆鑰匙圈 那我來介紹一下裡面有什麼材料喔 好 可以看一下有 裡面有五樣東西 我來跟大家說有什麼東西 第一個就是有一張圖稿紙 那圖稿紙上面呢 有一點一點一顆一顆的 這代表每一個拼豆的位置 好 米豆子的臉是這個顏色 然後它有腮紅 然後它有衣服 粉紅色跟白色的衣服 一個腰帶 還有一個蝴蝶結 那這個的拼豆的上面的豆豆呢 都是它的拼豆的位置 那小朋友也可以 我老師都會多放一點豆子在裡面 所以你都可以發揮你的創意 自己變換它的位置 就會做出一個與眾不同的鑰匙圈 那另外一個拼豆的最主要的材料就是 會有一個這個拼豆的板子 大方板 那它上面 我們放在桌上是平平的放 它尖尖的往上 一根一根一根的 那一根一根的這個棒 塑膠棒呢 就是我們在把豆子放上去的時候 豆子就會像站起來一樣 站在這個板子上 那它就完成了這個拼豆的作品 另外呢 就是有一張這個紙 叫做鑄燙紙 它這個是我們在燙的時候 要放在拼豆的作品上面 然後用韻斗來加壓 加熱來燙 讓這個作品融化在一起 會成為一個那個作品 另外呢就是 有一包拼豆材料包 還有一個夾子 那夾子是拿來操作 是夾這個豆子的 OK 接下來小朋友 我們一起來玩拼豆囉 那老師習慣呢 做拼豆之前 會準備一個盤子 淺淺的就好 因為這樣比較好夾 比較看得清楚 所以只要一個淺淺的盤子 或是淺淺的一個容器都可以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這包材料包的豆子呢 倒出來 我們把它打開來 倒出來 然後倒出來以後呢 你會發現 喔 裡面有三個不屬於拼豆的東西 不是拼豆耶 是有這個燈泡圈 這個是因為我們今天要做鑰匙圈嘛 所以會附了一個燈泡扣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鐵圈圈 就是等一下要扣這個燈泡扣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小鈴鐺 讓這個作品叮叮叮很可愛 所以這三個東西先拿出來 然後剩下就有很多豆子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玩我們的拼豆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把我們的圖紙 放在我們的前面 然後呢把這個板子呢 放上去對齊 那我剛才有講過了 豆子是放在尖尖的那個塑膠棒上面 所以像這樣子對準就是完成了 那你可以對歪歪這邊也沒關係啊 只要你的豆子有地方可以擺就完成了 那老師習慣會放在比較中間 這樣看起來比較舒服 所以我就會把它瞄準 瞄準好以後呢就可以開始 好瞄準好都放好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玩拼豆 那拼豆呢要使用到一個東西就是夾子 那這個夾子呢 如果小朋友比較小 可能是一年級以下的小朋友 他其實小肌肉還沒有發育的很好 沒有很有力 那他拿夾子呢就是要訓練他的小肌肉 所以家長可以鼓勵小朋友 盡量用夾子來操作這個 今天的這個拼豆 好那小小小朋友年紀比較小的話 他做起來他手一定會比較酸 他等一下就跟你說 媽媽我手痠痠累累 那你就給他休息一下 用手指頭直接拿拼豆 那大家拿一下以後就可以再換成夾子 交替 交替 手和夾子交替使用 讓小朋友都可以練習到他的肌肉 那在夾這個豆子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看喔 這個豆子的中間都有個洞 那夾子有兩個角 所以我們是要把我們的夾子的 左邊一個角或右邊一個角 一個插在洞裡面 然後夾起來 就會夾出一個拼豆 然後這個我老師現在夾到剛好是臉的顏色 所以我就把這個放在臉的顏色的上面 手打開 他豆子就放上去了 那因為有的小朋友他不知道怎麼夾 他會夾他的側面圓圓的地方 這樣子夾 然後這樣子放 他這樣子夾這樣子放的時候其實不好放 而且很容易一夾的時候 這豆子就飛出去了 那時候家裡都豆子踩到會很痛 所以 記得喔 老師剛才也講的是 有看到洞洞的豆子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夾子直直的下去 然後一個角放到洞裡面夾起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在我們想要放的地方 手打開他就放上去了 那我們現在就跟小朋友一起來 這個排我們的拼豆吧 那我們現在開始排喔 你們也開始排喔 好那老師現在就是會先從黑色的開始排 黑色的豆子 然後我會習慣會從上往下把它排好 那小朋友慢慢來 因為你剛開始練習你可能沒辦法夾得很快 你也可能真的會飛走 沒有關係慢慢練習 那媽媽你們也可以幫忙幫我把 幫小朋友把豆子都一個一個立起來 讓洞洞往上 那小朋友的話在操作上就會比較方便 那也是增加一種互動 那拼豆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就是培養他們的耐心專注力 因為他排的時候他就會發現 哇 越排越覺得 塗冠越來越出來 一直一直出來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哇媽媽我快要完成了 那這時候我們就給他一點鼓勵 那他們就會很 對於做這個事情 他們會很有興趣 那也可以好好的坐在那裡半個小時 然後把這個作品慢慢完成 然後另外你看 因為圖案很多顏色 所以他在挑豆子的時候 他會想黑黑色在哪裡 所以這也是增加他一個變色 變色能力的一個活動 他可以分辨 這個顏色粉紅色有很多圖粉紅色 那這粉紅色到底是放哪裡啊 所以他就會去學習他一分變顏色 那家長也可以在旁邊引導一下 看看這個是什麼顏色 還是我們想要換顏色都可以喔 然後像老師現在在做米豆子的頭髮 頭髮快要好了 所以就慢慢的排 那像米豆子這個圖案的話 算是我們的作品裡面算是 中號的作品 那這個的話 如果是國小 一二年級的來操作的話 大概就是半個小時以內會完成 如果更小的小朋友幼稚園的話 他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那沒有關係媽媽 我們給他們玩這個遊戲 其實是要培養他們的藝術興趣嘛 所以他想做就給他做 那我們也不要 不要一直 不要強迫他 他如果做一做他就想要休息 你就給他休息 慢慢輕鬆的玩 那如果你是排角落生物好了 那角落生物的話 他的顏色就比較簡單 那你就可以從一種顏色開始排 再排另外一個顏色 這樣子可能會比較好排 如果你們真的夾一夾豆子跑出去的話 記得撿回來 不然在家裡腳踩到會很痛 然後我黑色的排完了 那我現在就是排米豆子的臉 臉就是這個膚色 粉膚色 我就把它排完 媽媽和爸爸陪著你們做的時候 那你們就可以請爸爸媽媽 幫你們把這個豆子都立起來 這樣子小寶貝用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不過我相信三四年級的小朋友 就可以自己獨立完成這個作品 那只是燙運的時候要家長幫忙 米豆子他嘴巴有咬一個東西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 是一個竹子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要來做嘴巴上面的竹子 所以你看我們的拼豆柴角包裡面就有 綠色的 好接下來我就要把綠色的竹子放好 好 然後現在還有腮紅耶 所以我們要把腮紅放好 腮紅是粉紅色的 我們就把它放好 這個材料包米豆子的材料包裡面 粉紅色很多種 你就覺得哪一個顏色最漂亮就放哪個顏色 這個紅色是腰帶我就放腰帶這邊 然後白色也是腰帶 就放腰帶這邊 然後它的衣服是很漂亮的粉紅色 把衣服擺好 好快要完成囉 然後我拼米豆子的衣服 咖啡色的 我在排 那你們現在在排是在排 炭次郎的衣服的話 它就是綠色跟黑色 如果是富剛藝勇的話 就是綠綠的 黃黃的 紫紫的 所以每一個圖案的顏色都不一樣 其實都很漂亮 老師每個都很喜歡 我們最後囉 老師最後把這個米豆子的頭髮的末端 橘色的地方放好了 就完成我的拼豆囉 拼豆的一半啦 因為等下要燙運 所以 最後囉 橘色的 快要完成囉 好 那我最後一個橘色也排完了 所以 再檢查一下 是不是每個地方都有擺到 好 每一個都擺到 然後鬆鬆的 現在鬆鬆是正常 因為它還沒有燙運 所以它鬆鬆是正常 然後 我現在因為豆子 你看老師都給大家比較多 所以 多的豆子 都可以自己發揮創意 假設 我蝴蝶結這邊 我想真的變成一朵花 那我倒有多一顆粉紅 這個粉紅色 同樣顏色的 我就放在這邊啊 它就是一個花 可以啊 然後 頭髮我想要加長 可以啊 反正我有多豆子嘛 我就加長 OK 好 然後 多的豆子在旁邊 你也可以在旁邊擺 在這個空位的地方擺出圖案 或是你先收著 等一下我們最後 你們有空的時候 可不可以 在旁邊擺一個幫幫糖啊 一個什麼小飾品啊 蝴蝶結都可以喔 那就是 等這個作品做完之後 你們知道怎麼燙以後 再來練習也沒關係 接下來我們要燙拼豆作品囉 那 老師剛才有講要用到鑄燙子 所以 做好的作品擺在前面 鑄燙子放上面 放好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燙了 我剛才有講過喔 如果是家用的熨斗 記得把蒸氣關掉 然後用中溫開始燙 一定要中溫喔 你不要調到高溫 記得調到中溫開始燙 那 老師用我常用的這個 旅行用的小熨斗開始燙 那我們平平 這個熨斗一定平平的拿 平平的燙 如果你拿斜斜 它燙出作品就斜斜的 就歪一邊 所以平平的燙 好 你放上去的時候 都是輕輕的放 輕輕的滑動式的燙喔 所以我現在 放上去以後 我就會開始在上面 左滑右滑 那你在燙的時候 你就會 現在我先拿起來 你看 有些 就是我們鑄燙子上面會 下面會看到 有一個一個的圈圈 黑色的圈圈 黑色圈代表有燙到 那它冷的時候 它就會彈起來看不到了 所以我們就再繼續把它燙 那你用家用熨斗的時候 發現沒有反應的時候 那有可能是溫度太低了一點點 你就慢慢把它調高 調高到像我現在這樣燙 會看到一個圈一個圈 的時候呢 就是代表溫度夠囉 好 老師現在看到我每一個圈圈 都已經有產生了 代表我這一面OK了 那我就要燙另外一面 所以有些家長跟小朋友 是第一次燙運這個作品 沒有燙過 所以為了確保安全呢 怕會沒有燙好 所以建議呢 我們可以用我們剛才的盒子 或是哪一本書都沒有關係 然後把它壓著 壓著以後把它反過來 以防它散開 然後放在桌上 就是以防它散開 以防你們沒有燙好 再把這個板子拿起來 它這樣整個好好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移開 然後再把我們的鑄燙子 它現在只燙好一面 像老師這樣燙老師成功的一面 它一片已經黏起來對不對 代表成功一半 那如果打開 它就散開了 代表你沒有燙好 那怎麼辦 有一種玩具的方法 就是再把這些散的豆子 擺回這個 你的原本的板子上 再重新燙一次 應該就會成功 因為你有一次經驗了 那正常來說 就是我們會燙好一半 然後反過來再燙另外一面 然後一樣 記得一定要放鑄燙子 要不然的話會黏到你的熨斗上面 然後我就這樣子燙 一樣看到圈圈跑出來 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是快要好了 記得是滑動式的燙 千萬不要 放在上面就不動它 你放在上面不動它 它就整個會燙扁掉了 好 你看老師現在這樣好了 反過來以後很燙喔 表面很燙 現在不要摸到 它翹翹的對不對 所以老師會再燙一次 第三次 再回到另外第一面燙一次 就OK了 然後這時候如果家裡有書 就拿一本重重的書 把它壓一下 因為這樣 這拼豆作品就完成了 兩面都燙好了 然後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洞 已經變小了 因為它被我們壓的 表面有點黏住 所以這個可愛的小迷豆子 就完成了 然後 老師有附的這個鑰匙圈 我們就把它勾上去 先用鐵圈 鐵圈先勾住我們的鈴鐺 勾好以後呢 再勾到我們這拼豆的洞裡面 你找一個你想勾的地方 放進去 然後再把這個燈泡圈放進去 然後 壓一下 轉正 你看 我們這樣子 我們迷豆子的這個鑰匙圈 就完成囉 然後你完成的是什麼作品 就看你的材料 不知道是什麼圖案 都可以完成一個可愛的作品喔